各位早晨,今天是十月八日,星期四 昨天,美股方面继续受着特朗普 关于救市方案那边的讲话的影响 因为之前说要终止和民主党救市方案的谈判 现在似乎又收回终止救济方案的决定 继续有得谈,所以刺激美股做好 三大指数升幅介乎在1.7至1.9%之间 大部份股份都是做好的 主要包括一些苹果相关的股份都有不错的表现 如果看回港股这边 其实今天就是清明高开,高开20点 开始之后就转跌 暂时跌幅是接近200点 在24000点的关口附近 其实目前如果继续都站稳在24000 都未至于太差,都是一个小的调整 虽然指数在下跌,但过股方面都有不错的走势 有些有个别行情 例如看到现在比亚迪1211都正在升 在升接近4% 继续向这个一路在旅创历史新高 继续可以看好 不费 感谢观看